联盟大事,场外风云,白换美之篮,一起聊个球,我是老白。 全明星周末后,西部前两名同时受阻,太阳连续输球还可以理解,毕竟保罗不在,球队需要重新磨合适应,但是勇士不应该啊,格林又不是缺针一两天,怎么勇士进入二月份后,突然威靡不振了呢,最近八场比赛,勇士输掉其中的六场,仅仅是赢了实力相对较弱的开拓者和胡人。 最近一场比赛,勇士又输了,输给了森林郎,库里真的是非常生气,赛后玩曲记者问库里,维金斯自从一月份以来,得分没上过二十,你们希望他能做出什么贡献?库里,显然,我们都清楚维金斯的能力,我希望他在他的位置上,在正确路上摸索,我们需要他在位置上做出回应,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 库里在回复记者的提问时,几次欲言又止,尝试用更委婉的方式去表达这件事,但是这几次的停顿和较为沮丧的态度足以证明,维金斯的表现,无法让人满意。 这件勇士被独行侠二十一分逆转,勇名吉斯皮尔斯的话说,库里对于轮转有一些自己的担忧,他对于球队的这种被逆转的表现感到沮丧,这和维金斯到底有没有关系? 或者说,在克莱和格林不在的情况下,作为球队第二核心的维金斯,他应该拿出怎样的表现? 勇士仅8.600,这期间维金斯场均13.6分,命中率只有40%,三分球命中率只有35.6%,这是什么水平?统计甚至不如库明家的效率之高,更不用说给库里提供一些帮助了。 维金斯上一次得分突破20家,还要追溯到1月31日美当地时间客场搭火箭的23分,维金斯到底怎么了? 实话是说,要从三点来进行分析,有维金斯自己的原因,同样也有科尔的战术不知问题存在。 第一点,维金斯能不能作为球队第二核心,得到一些战术安排? 显然,他得不到这个待遇,在勇士,当格林不在时,库里是第一持球点,克莱在场。 克莱也增加了持球突破的回合,替不息,还有普尔,比如普尔运了22秒,没机会,甩锅给维金斯投一个,比如传了一圈, 达米安里找不到机会,最后仍给维金斯解决问题。 这种效率和使用维金斯的方式,确实没办法让维金斯最大化他的场上价值。 简单来说,给角色球员擦屁股。 第二点,维金斯自己的进攻意愿选择,就以勇士最近输掉的6场比赛为例。 很多比赛,开场维金斯确实有持球的单打回合,但是他运控能力并不好。 不是说他天赋不行,他2米01的身高,却在三分线外突破1米9的小后卫,怎么可能不被断或者夹击。 在这种情况下,他增加了一些墙头,但效率并不高。 最后一点,最为关键,自从1月底全明星首发阵容出炉后,维金斯就开始出攻不出力。 或者说,他以为他之前场均18分的表现,足以去匹配一个西部全明星首发的位置。 而之后维金斯属于自降标准,确实,来到勇士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库里和克莱这种级别的超级射手。 谁都能提升三分投射水平,但是现在维金斯持球攻矿的回合趋直可数。 能上篮他不扣篮,能中投他不突破,有些时候,甚至直接拉到弱侧,脱离球队传导体系之外。 这就有意思了,也许是勇士出色的战绩和他稳定的数据给他带来的一些错觉, 导致他以为他之前的表现就是爆发水平。 现在看来,难道他场均13分,14分的表现是正常范围了吗? 别忘了维金斯拿的薪资可是3000万,他身边一众底薪球员,打得比他更努力更出色。 这一点总结来说,维金斯不够积极,太懒。 我真的不太想去强调维金斯的天赋到底有多强。 在克莱回归后,维金斯也确实减少了球权,跟着水滑兄弟折翻跑,跟着替补的普尔库明加折翻跑。 有些时候我甚至会以为他才是底薪球员,也许科尔的战术中,他的地位并不是那么重要。 但是他的主观积极性证明,或许正不是科尔没给他布置战术, 而是他确实不想在场上展现出自己的真实实力状态。 维金斯自己所言,球队目前处于挣扎之中,但是作为一支优秀的球队,会搞清楚该怎么做。 短期内球队缺少动力,但是维金斯忽略了一个本质问题。 实际上当客来和格林不在时,库里很努力,角色球员也很努力,是他自己不努力。 全明星过后,就失去了目标。 难道不清楚勇士的真正目标是什么? 维金斯真的以为进入全明星首发。 凭借的是个人实力,维金斯本赛季得益于勇士出色的战绩,加上小卡,乔治等人受伤,加上勇士雄厚的球迷基础。 凭借投票数里,亚德林才锁定全明星首发。 如果单纯从场上表现和数据来评判, 尹格拉姆和森林郎的状元郎爱德华兹可比维金斯表现好太多了。 只不过他们不在勇士而已,如果维金斯继续这种没有斗志的表现, 勇士尽下可以考虑交易送他离开,有天赋,没态度,注定是扶不起打倒。 说完了勇士,NBA常规赛进入最后二十场的竞争,目前来看,东部这边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可以说从第二名公牛到第五名骑士,完全没有拉开差距。 当然,这里面76人的形势最好,在哈登加盟球队后,76人一路高歌猛进, 哈登联合恩比德打出漂亮的团队篮球表现。 实话是说,相比于篮网,76人整体攻防更加均衡, 他们不缺经验,不缺天赋,不缺超级巨星, 而且整个阵容框架特别稳定,并不太想去夸奖76人管理层。 但是去年休赛期他们的一个决定,为本赛季冲冠铺平道路, 那就是两年两千万美元蓄于丹尼格林拒绝胡仁和霍华德的邀请, 如今追随哈登恩比德冲冠,丹尼格林算是认清现实了。 事情要从去年8月份的休赛期说起, 当时丹尼格林和妻子布莱尔举办婚礼, 包括波普、艾林顿、霍华德、麦基这些老队友都首要参加。 按照当时胡仁随队记者哈里森·费根的话说, 胡仁致力于增加后场的防守力量, 他们主动联系丹尼格林,希望他能够底薪回归胡仁, 但是丹尼格林主动拒绝了胡仁的邀请。 显然,丹尼格林对于胡仁的感觉并不是那么好, 因为在胡仁夺冠赛季总结赛G5一战, 最后时刻詹姆斯突分传给丹尼格林, 格林投丢了关键三分球,导致胡仁输掉比赛。 愤怒的胡仁球迷甚至对格林发出死亡威胁令, 而那个赛季之后, 格林就被胡仁打包28顺位送到雷霆交易得到施罗德, 而雷霆方面也将他送到76人, 和霍华德继续做队友,满足他的心愿。 上赛季,格林场均9.5分加3.8篮板加40.5的三分球命中率, 而本赛季,丹尼格林场均6.3分加2.4篮板 3.17.5的三分球命中率, 效率都要比胡仁时期高。 而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 当胡仁签下霍华德后, 霍华德还曾努力收复丹尼格林加盟胡仁, 但是丹尼格林对此的回应非常现实, 这个市场很奇怪, 很多球队想要我, 但是他们没有足够的钱和心境空间, 我必须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 站在格林的角度, 他明明可以在76人拿到千万级别的年薪, 凭什么还要回到胡仁拿底薪, 去承担一些不属于他承担的责任和压力, 实际上在76人, 丹尼格林可没有这么大的压力。 上赛季格林稳定手法, 本赛季因为塞布尔的快速成长, 格林沦为替补, 但是他的作用不可替代, 带动年轻人成长, 包括外线的投手威胁, 还有他出色的抓反击意识, 在胡仁, 丹尼格林就是手转弓的重要枢纽, 由斜坊抢断对手到往前传球这一下, 他的判断意识以及比赛经验确实对球队有很大帮助。 来到76人, 他依旧是重要节奏点和防守端的屏障。 在哈登来到76人打的前两场比赛中, 哈登和恩比德火力全开, 小江马克西表现也非常出色, 但是还有一点非常重要, 这两场比赛, 76人的替补阵容不再像此前那样拉胯, 给主力挖坑, 哈登带领替补衔接断食, 劳利福斯重点让丹尼格林在防守端给哈登足够的保护, 而且包括格林, 科尔克马兹, 尼昂都是不错的三分投手, 实际上这是非常利于哈登发挥其三威胁的重要方式, 哈登在篮往时期, 投篮和突破都没有问题, 但是受困于球队打法问题, 他的传球往往需要身边搭配克拉克斯顿, 或者布鲁斯布朗这种能够吃饼的队友, 去给哈登创造持球威胁, 但是在76人, 丹尼格林就是最先活的例子, 想要彻底释放哈登, 就得是按照火箭石器的打法, 不仅是进攻端有足够多的射手让哈登选择, 防守端还要分担哈登的被对手强攻的压力, 当然,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丹尼格林可以说是这支76人最有经验的老将之一, 跟随马次夺冠, 来到猛龙跟随小卡夺冠, 包括跟随胡人夺冠, 他都是重要的角色球员, 上赛季76人在东部半决赛2比0领先老鹰的情况下, 被对手完成逆转, 最重要的原因可不是什么西蒙斯不投篮, 哈里斯表现糟糕, 而是丹尼格林的受伤, 去年季后赛前两轮打完, 丹尼格林在场正复制联盟第一, 但是因为他的腿部受伤, 后四场比赛, 76人封现明显对不上克林斯, 区尔特, 加里纳利这些汉匠, 最终76人被老鹰逆转, 倒在东绝大门之外, 从战略角度来说, 丹尼格林的场上价值和作用, 在这支76人, 恐怕仅次于哈登, 恩比德和哈里斯, 对于丹尼格林来说, 最幸福的事就是去年夏天选择留在76人, 当初哈登和西蒙斯交易落定后, 格林曾说, 哈登是这个联盟最难防守的球员之一, 幸运的是, 我们会在3月, 4月, 5月, 6月一起打球, 丹尼格林其实特别理智, 情怀先放在第二位, 首先是自己的利益问题, 他拒绝胡人, 没有任何问题, 其次, 他的经验对于这支年轻且充满希望的76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他对于哈登的帮助和支持, 也不仅仅局限于投射三分上面, 最后, 丹尼格林说, 如果我能在76人夺冠, 我可能是和霍里一样, 成为历史最佳角色球员, 他还在努力, 祝愿丹尼格林和哈登能够实现愿望, 丹尼格林是那种也许投篮很铁, 但是绝对不会伤害球队的球员, 加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